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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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字幕提供最強的Dual Lens Hello大家好 今天拍的是什麼節目? 路邊鼓車,隨便停下來,問路人要不要哭? 對 幫我去問他,幫他賣要不要 好 欸,這 路來恐怕嗎? 請請你 真的難看 欸,先生 你的車有要賣嗎? 這麼巧啊 平個車怎麼會遇到 我是剛剛好經過 看到這台車好像還蠻帥的 所以呢,我們決定路邊敲玻璃 然後來估車一下 你這車有要賣嗎? 就是要賣不然幹嘛找你們 誰好都被發現了 靠一下 真的啊,來估一下你們的 這算公司車吧 這是老闆的座駕 跑幾公里 一萬而已喔 跑很少耶 車太多 這台算是輪著開 水晶排檔頭 估車我覺得不是重點 我比較想吃便當 便當嗎? 對啊 我要吹電風扇有吹過的 沒吹過的我不要 樓上 千萬電風扇 不是啊 今天沽完車才有便當吃 沽完車才有便當 一定要買才有得吃嗎? 車子要賣掉才有得吃啊 真的假的啦 對啊 我們這樣賣給我們 這隻親菜有幾百 便當這樣220塊而已 我們先看車子 我先看一下車子 看完之後我們再決定要吃哪個檔次的便當 最頂的啊 館長一定是最頂的啊 不然呢 OKOKOK 重點是啊 我要自己買啊 我要開發表 我要開發表 對 不用我打去國稅局問喔 你要冒充我們的員工打去問 好啦 那我先看車啦 好不好 我認真講 這個便當一定要自己買 要不然 我們這個不中肯不行 我先在這邊 館長對不起 我跟你講我也算是一個抛客 不過認真講 上次我來拍那個 光我怎麼練的時候 我就有吃過他們員工餐 我覺得就蠻好吃的 同樣原班人馬 一樣的設備 廚師是不是 對 原本是說 跟NQ看看 師傅花了這麼多錢 對 要住員工餐嘛 結果煮一煮變成 上次我跟阿呆來 是真的 他有招待我們吃 就員工餐而已啦 不是什麼那個大魚道路 可是真的 我覺得那個手藝 手藝不錯 嗯哼 好啦我先看一下車子 跑一望東里 你看那椅子垃圾 你看 中間一條都是黃的耶 小魚這樣不行耶 你看這門把 選擺內裝就不對啊 有沒有考過七 沒 沒考過七就OK啦 你看 後面也是 你看 這個美容有救嗎 不一定喔 一定要跟你講不一定 不一定 要台階 要台階 我知道 他說不一定耶 它有氣氛燈 你看它這是呼吸的 呼吸 它呼吸有點急促 後面還有兩個平板 像開 那個坐飛機一樣 好像 它的 可以調就是座駕高低吧 就是下車的時候 可以把它 你說氣壓懸吊 下降 氣壓懸吊 重點是你看 喔 這個 路上 路上 司機 不是啊 怎麼會這一側啊 你們逆向行使 怎麼會這一側 一般路上能行到底一邊 右邊 輪框有換過 師傅 好像不是原廠人 是 改裝人 但是它的那個卡錢是 那個mpower套件 因為它的原廠的應該還有留著 對啊應該要留著啦 留著比較划算啊 這四條也要快要找到 對 雖然是館長 我們孤車也是要認真看的 我再認真看一下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不要太認真 等一下Solo掃兩塊給他 不然很誤女我告訴你喔 館長就是真男人 他在直播說要找小獅來孤車 就真的找小獅來孤車 沒有叫豪小 但是我今天是比較想吃便當 欸 青菜一台車 我都要去找錢買耶 小獅的頻道 都會看一些很美角的 就是細節的部分 都稍微偷學一下這樣 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看人 我們就假設車主是小宇好了 對啊 說沒考去就是沒考過期 有的人講話就是不能信 喔 車子都是從白色考成黑色 還說沒考過 對啊 要懂得分辨啊 我假設不要說小宇啦 他今天他有這個實力開這個車子的人 有考去沒考去要騙我幹嘛 那不是在插那三五萬的事情 這也很優秀的啦 騙那種買便宜車的人比較有處理 他就已經沒錢了 他才跟你買二手車 你騙之後他還沒錢給你購 他如果有錢就買新的啊 有道理 所以其實喔 買便宜的車越容易受騙 因為他就吃定你說 你是弱勢族群 反而高價的車坦白說比較有處理 為什麼 因為都是感覺的問題而已 有時候錢不是最重要 我已經聽到小獅哥的肚子在叫了 對啊 語數越來越快 好啦我跟你講 這個喔 到時候你們再看要怎麼處理 我這個人也很簡單對不對 你們去估看看人家估多少 我在 做想集成就好了 所以一般來說就是 我們車子給你買斷 或者是說在你那邊做 寄賣也可以嘛 外面的車廠是這樣 有買斷也有寄賣 那我這邊是比較特別 我大部分都是買斷比較多 但是我們的VIP用戶有寄賣 VIP用戶 我跟你講VIP用戶有集中 一個就親朋好友 那另外一個就是有在我們公司 消費過五台車以上 喔 就可以享有這樣的服務 就是你不管買後賣 都可以 都可以就是 累積到一定扣到 對 五台以上VIP 我們就可以幫他找車 幫他寄賣車子 不然大家都要走我 我沒有那麼多地方放 所以寄賣也不錯啊 寄賣就是你們也是去 找人家咕一咕嘛 或者是那個保險公司 不是會幫你們計算產值 計算完之後 比如說我先假設 跟你講說350啦 他們跟你估350 買斷嘛這樣 那300多萬的時候 一般車商應該 至少會抓一成的利潤 所以大概會抓在30萬 或30幾萬 那我認為說 假設你估350 那你計個360 365 就起碼比車商收得高 對 然後車商也賺少一點 取個平衡點 因為就簡單 你我回去都只能賣380 你計我380我也沒意思啊 你也沒賺啊 對啊 利潤就壓縮了啊 我們這個不是那個 賺3%而已就夠了 我這個不行 380 你講到關鍵字喔 你這樣有什麼不斷在偷臭喔 好 我這個至少要一成 真的啦 這個本身的壓的也蠻重的 就是等於 我擺在你這邊時間越長 車子折袖越多 對 如果以買斷來說 所以你看 不買斷你用寄放的 萬一放一個月 放兩個月賣不掉 車子在降價是你們的 對 是我們虧的 所以我很輕鬆 所以有好有壞 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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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跟你買斷了以後 雖然你會覺得我利潤好像 哇 三十幾萬很多 對 回來 如果後果的 沒賣不掉 你經濟整個崩盤還是怎樣 就是變成說 買斷的風險是由你這邊 對 你沒覺得有好有壞 差別就這樣 好了 可以吃便當了 可以了 我們就保持連動 你再跟師傅討論一下 看這個車 要怎麼處理 到時候我們再專程到小師的 那個 你的公司 好啊 把車子開過去 前面這是開場啊 開場就開了多久了 還是幾分鐘 對 這個重點就擺在後面 吃便當 要發票 走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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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吃便當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地標最強的Dual Lens 買到買到 我看了好久 我真的啦 我看他直播看便當看好久 新聞每天都在講 你不會想吃吃看看是什麼樣子嗎 有一點 所以這個發票 我們要搭我們公司的總編 400塊找20塊 這是買了一個雞腿跟一個脆皮燒肉 220 雞腿160 直接處理下去 我們今天就在車上直接客了 小宇是邀請我們進去吃 所以我覺得在裡面也不好講話 我們還是要這個 有一說一有二說二 這一個是雞腿 這個雞腿我看一下 我跟你講為什麼我要在車上吃 不要說我們帶回去皮不脆的在那邊尿人家 對不對 我現在新鮮現吃 沒人比我快了吧 買完出來車上直接吃 這是它的炸雞腿 我現在這樣看起來 感覺有一點點像那個 池上便當的那種感覺 我很喜歡吃池上的雞腿 它就一個薄粉 就是粉沒有很 上的很厚 池上雞腿現在一份不知道多少錢 好像120吧 因為我很喜歡吃池上的 我平常吃池上的 這個就是粗飯的脆皮燒肉 它還有另外附一個洋蔥 我告訴你 我愛吃脆皮燒肉 愛吃到它們的程度 我告訴你 他說這是五兩 真的蠻多的 其實五兩蠻多的 蠻大一塊 然後附一個 這個應該 我猜是醋醬 然後看一下便當本體 有滷肉有酸菜 高麗菜 酸脂 菠菜 蛋一整顆 現在缺蛋一整顆 我現在 我已經吃好久的便當 蛋都只有半顆 對 它這滷肉是屬於那種 就是不是肥肉 它是屬於那種 肉手的一種 不是那種肥肉的 哇 這樣 菜量看起來還蠻多的 好啦 我要吃好餓 滷肉 就是滷肉 飯 我要吃白飯 便當飯是最重要 Q的耶 飯要Q啊 才會好吃 Q的Q的 我覺得要煮成這樣是蠻厲害的 我以前有看過小吃店 飯要Q煮完要電風扇吹 把那多餘的水生氣吹掉 吹掉 才會Q 給過 看一顆蛋 滷蛋自由 這個蛋的滷的沒有非常入味 但是剛剛好 太鹹了 沒有吃 菠菜那麼認真還要灑白芝麻 一般做蜘蛛餐 誰在炒小人家灑 對啊 一般是沒有那個 試試看菠菜 唉唷 我為什麼會癌油你知道嗎 為什麼 它應該有放那個 一點點類似香油 或芝麻油 喔 有一點點的香味 所以吃起來有點日式的那種菠菜的感覺 我知道 它不是單純的台灣的菠菜炒一炒就放上來 所以這菠菜是有點多了一點點的調味 好 我吃菠菜 菠菜給蠻多的 其實它菜都給蠻多的你看 很多耶 菠菜也是爆出來 看該不會是我們的那種比較多 還是都一樣 應該是都一樣 觀眾看好如果沒這樣 如果它菜沒有放到這樣滿 滿的 好 筍乾不錯 味道剛好適中 有一點肉末 好 高麗菜也清甜 還有一點脆 反正高麗菜看起來有一點小油 你看 它有炒一些木耳 好 我覺得偏油啦 好不好 然後再來香腸 香腸應該就沒什麼吧 就香腸 正常發揮香腸 基本上這個便商本體的東西 唯一有一個我覺得 比較那個就是最太油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要求不要滷肉 或是滷肉少一點 因為它原本的飯我覺得就很香 就很好吃 就很香 好 重點來了 脆皮燒肉 我先講一下淵源好不好 基本上我去吃燒辣 我一定點脆皮燒肉 然後我已經跟它要生辣椒 咬起來那個辣椒的香味 加那個脆皮的香味 哇 看 讚 大家再等這個 滿肥的 三層 三層喔 好 來囉 喔 乾 很脆耶 你聽得到 我聽得到啊 我這邊就聽得到 我跟你講 脆皮燒肉做的好吃 那個爽感不出和牛 少了那個脆皮的香味 只吃那個油脂 我不吃 外面不是有那種雲南大駁片 有 我知道 你知道嗎 但它就是三斬水煮切片 水煮切片而已 那個吃起來真的很噁心 我覺得 好 接下來我要蘸一下它的 沒錯 好 蘸出不錯 我來蘸另外一個 為什麼會去發明這種像豆瓣醬的東西 我是第一次吃脆皮燒肉 有蘸這種的 是豆瓣還是甜麵醬 有一點就是甜甜的像豆瓣醬 有一點像甜麵醬 也有一點像 但我覺得比較接近豆瓣醬的味道 像羊肉爐那個 喔 薑菇鴨那個 你們想像一下 就是好像 真的是有點像沾 羊肉爐薑菇鴨那個 嗯 我是不會沾這個 對 兩種醬比起來 我是覺得白醋醬好一點 嗯 欸 我想吃一下雞腿耶 偷看泰山的雞腿 是啊 有沒有肉質 這塊有脆耶 肉滿嫩的 它這個醃的味道沒有 植上的雞腿醃的那麼重 所以是比較清淡的 沒有那麼鹹 嗯 沒有那麼鹹 你說它清淡也不會 它有味道喔 我跟你講這問我就對了 我媽以前開食尚便當的 我吃食尚便當吃到不要不要的 真的 我吃從小吃到大的 食尚賣掉還會吃回來 欸我剛剛忘記配這個 嗯 你看 看羊肉吃過 不辣 那它應該是有 水洗過 泡過水 不錯喔 它這個搭配起來 可以 我認真講喔 看直播看新聞 剛才講220很貴對不對 對 我是說我前兩個禮拜 有去通話街買那個脆皮燒肉 對 你知道那一兩多少錢嗎 一兩多少錢 40 所以它如果算我兩 200 就肉而已 就肉而已 一盒來也是紙盒 下面就是鋪了那個洋蔥丁 然後在上面放脆皮燒肉醬 它還沒有附醬喔 一兩40 坦白說我是這一陣子 真的看館長那邊吵架有沒有 對喔 然後在那邊新聞在那邊爆 什麼220怎樣怎樣怎樣 220你以便當兩個字來看 但是真的蠻貴的啦 對 說實在的 我那時候我就很想來排隊 我本來想要叫阿呆說 看媒體部誰有空有沒有 早一天來排隊 結果剛好要來孤車 我看可不可以買來吃看看 我來吃一下 我是早就很想吃了 就像那個阿唐鹹粥一樣 那時候在講說什麼阿唐鹹粥 我也超想去吃的 喔 我就想知道說 大家都說它貴啊 到底是幹多好吃啊 對不對 我認為這個東西是這樣啊 我常講一句話 跟我們賣右手車一樣 市場機制嘛 東西賣太貴沒人吃 自然而然你就倒 或是降價嘛 真的好吃值那個錢 當然就會很多人搶啊 就很正常啊 反而新聞這樣一直講一直講 講到讓我覺得到底是 好吃還是難吃啊 所以今天有機會就知道了 好不好 那總結起來我是自己覺得啦 220我坦白說 不是說我很有錢什麼 我吃那個 現在每天吃那個健康麵糖 一個個100多了 那個盒子都很袖珍喔 一半大小而已喔 所以對我來講 我是覺得不會太貴啦 不是炫富什麼 那這個有機會你們自己來吃看看 那基本上我是覺得 它應該是被人家監督的很慘 所以 肉量我覺得還蠻多的 菜量我覺得 也都比一般的便當來得多 飯量呢 我還沒吃不知道 我等一下把它刻完看有沒有很飽 好不好 那就開吃了 那如果開在店附近是他媽的 我三天很活 我真的三天很活 很飽 真的很飽 真的很飽 現在起來做結尾 今天來孤車 順便試吃館長的便當 現在這個炫囂乘上的便當 整體我覺得第一個分量真的太大 喔對 分量真的太大 我一個成年人 90公斤 泰山野媽在逮公斤的 兩個吃到他媽真的要 我們剛剛有問了 他說這個分量就是他們賣的分量 對 好不好 所以這個我覺得分量真的太多了 你們有來吃過 你們就會發現了 不是糊爛的 真的分量好大 然後我剛剛講一個 唯一的一個缺點我覺得那個 高麗菜太油 可是有一個啦 以前我媽做自助餐 她是說齁 那沒有辦法 為什麼自助餐要用比較油 你知道嗎 為什麼 這樣菜才不會黃掉 它油要裹在外面 才不會一下子就爛掉黃掉 然後看起來就很難吃 有這種說法我不知道 不轉眼也是我媽說的 所以那個菜都比較油 可是你又換一個角度想念 你都已經吃三層肉了 你還管那個油 分量真的無兩 我坦白說 像我喜歡吃碎皮燒肉的 是可以吃到很爽的 我吃別間的那個燒肉便當啊 有時候它附個五片 都大概是切這個的一半這樣薄薄的 然後你吃完其實會覺得不夠 育油肌 有時候甚至還會再加一份燒肉 因為是真的覺得太少 可是這個燒肉 我是覺得可以吃到很爽的 然後最後呢我想要說 這個不是業配喔 他媽我先在這邊講 我這個便當我自己買的 如果這個是業配 我拿它一毛錢 我背車就這樣 當然他堅持要送我們嘛 我就說沒有啊我自己買 對我們不要繞人口舌 好所以不好吃就不好吃嘛 館長對不起 對對對 我如果要紅很簡單的嘛 吃兩嘴 等人口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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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這什麼嚼啊 在這臭啊 這在噴喔 你這樣刺夠喔 應該會紅吧 而且要在他們門口 對啊媽的 就讓他門口就直接丟在地上踩 我就這樣就好了嘛 好那沒有我們沒有 沒有要紅 或者是第二種方法嘛 好好吃喔 噢升天了 我一定要來買 看人家這一輩子你沒有吃一次 他媽的白火了 噢 看人家吃了他媽的無俗陣 要站起來了 好沒有 小吃我們有社會信用 社會責任的 我們現在認真講 好不好分量很大 然後呢 對還有一個兩個醬 如果他都附兩個醬 我覺得成本太高了 我覺得讓人家選就好了 而且其實我只有一開始試吃醬 之後呢 我都吃原味 因為我本身我吃脆皮燒的習慣就是 加生辣椒一起吃 所以那兩個醬 基本上如果硬要講的話 我覺得醋的我比較喜歡 那另外一個 我就覺得 我是選不到 也許有人喜歡吃我不曉得 最好多一個選項 生辣椒 我就選生辣椒 真的真的 我會補生辣椒配脆皮燒肉 噢 真的要叫好吃 好不好 這個以上呢 是來孤車順便吃館廳便當的心得 跟大家分享 那有機會呢 你在附近可以來買一下吃看看 超爽 好不好 影片記得訂閱留言非常開啟小鈴鐺 對 館長的車呢 接下來我們會跟大家保持聯繫 看他是 他好像說想要用記憶賣贏的 還是怎麼樣 那就 後續再跟大家分享 搞不好以後來這邊 都可以定期買得到 館長推下來的車 我也算選擇一個客戶起來 對不對 沒有 我有VIP 這就沒台 對 時間到一次把舞台就出來了 有沒有 好不好 一下是VIP的 好啦 下次見 拜拜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Z3 Plus 是最強的Dual Lens 這館長的喔 館長的粗飯喔 我這吃下去的像館長這樣 要去吃飯喔 我還說有夠飽耶 看都好像很多 這肉是要過這個嗎 都可以 看你要問這個都可以 好啊 我要來吃飯了 重點是滷奶是幾顆的 你現在多久沒吃的便當 滷奶幾顆的 真的要吃半顆 對 其實一顆十塊飯買不到 吃飯了 好多幾次 沒有幾次 我吃飽了 吃飯多少 剛吃到一半就感覺就沒聽到 好啊 你覺得這個 我剛才有跟台生討論了 只有單點 我有分開猜嘛 這個肉好了 我剛剛說 隨便要一個150塊吧 現在一個便當 還不用一個 100塊左右 100 加這個150 250吧 250 是不是這樣 不愧是在台北生活久的人 因為這便當 我們台北要只菜飯 要一個多少 因為我有算過了 1 2 3 一般我們就三個菜 一個主菜嘛 這樣就差不多100塊嘛 我們池上來說要百貨 池上雞腿像130 哦 130 所以阿公才250 那他算公司啦 這幾次喔 所以兩個混在一起 所以要打折嘛 便宜一點 好吃嗎 你覺得怎麼樣 還不錯啊 你看 你看就知道吃得更好 但是我們說真的 這如果開的我們說是 附近啊 你敢會吃吃 你會覺得 這個很有壓力 因為吃太飽了 這就是比較多吃的 一塊吃的都兩塊 對啊 這麼矮喔 啊 哇 漂亮 啊 我不來 還不錯 9256 9257 為什麼 紅6255 是 但是